漂亮姐姐孙艺珍的新剧《39》正在如火如荼的拍摄中,大忙人却忙里偷闲,在拍戏间隙营业多次发自拍,十分充分。 前几日,孙艺珍就向粉丝送来节日问候,因近期没有自拍,漂亮姐姐还特意找了张几个月前的拍摄照片PO了出来。 照片中,孙艺珍素颜出镜,黑色连衣裙,尽显健美好身材,戴着爱犬贴脸合照,笑容灿烂如花,气质清新甜美,因拍摄角度没选好,女神原本修长的眉腿略显得有点粗壮哈,不过不影响整体的美感。 事实上,出道二十多年的孙艺珍非常的自律清醒,一直都保持着苗条健美的身材,满分状态时刻准备着营业。 28号晚,孙艺珍又营业晒照了,和上次晒素颜生活图不同,这次女神晒的是精修广告图。 静照中,孙艺珍身穿深微米色衬衫,罕见露出性感锁骨,绣发披肩尽显知性。 淡妆出镜的女神含情默默地注视着前方,唇角微扬,故事感拉满,精致地像一个洋娃娃。 女神的粉丝向来热情,纷纷留言夸赞其静照,美出新高度,状态绝佳不像39岁的人。 CP粉也来活跃气氛,爱对了人果然不一样啊,还未和玄冰结婚,就显夫妻像咯。 在两个人合作之初,韩梅就率先搞起了事情,磕起了CP,无论是配图还是文案都很大胆,大赞两位笑起来很像,很般配。 其实,那时候的玄冰和孙艺珍并不熟络,也仅仅是初次搭档的关系。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,但是看完协商宣发时的多场活动,不难发现两位的一些举止和大笑起来的弧度等,确实像还没说的那样一致。 看起来长相相似的人会相互吸引是真的哈。 除了长相相似外,玄冰和孙艺珍的兴趣爱好以及处事能力和三观都很契合。 这也是两人相处越久,长得越像的原因。 在韩国娱乐圈,有夫妻相的明星夫妇也有好几对,就给大家举两个既恩爱又高颜值的明星夫妇吧。 第一对是韩佳仁和严正勋。 大美女韩佳仁和孙艺珍是同妻也是同岁,不过韩佳仁的事业新一般,一出道就谈起了恋爱,23岁就嫁人了。 她的老公也是演员,新人妻便通过合作黄手帕结缘,恋爱不到两年就火速步入婚姻殿堂。 美好爱情也抵住了现实,在历经流产的伤痛后,结婚12年之久的韩佳仁终于顺利诞下一子,前两年又生了二胎,凑成好字。 还有一对将偶像剧照进现实的是金素颜和李尚宇,这两对的夫妻相也很绝。 金素颜和孙艺珍一样,有着很强的事业心,出道后便一直活跃在荧幕,演技也是公认的好。 坚持单身的她,直到36岁才遇到了同岁的老公李尚宇,两位也是因习生情哦,通过电视剧《家和万事兴》发展成恋人,不到一年就低调结婚了。 婚后,李尚宇一直都很支持金素颜的事业,虽然结婚四年两人仍未升级当爸妈,但丝毫不影响两口子的感情。 每次同框,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两位的浓情蜜意。 年初就还没透露,孙艺珍和玄斌有计划在40岁结婚的打算,两人的婚房也早就装修完毕。 玄斌的友人还透露,玄斌为了给女神一个完美的婚礼,还特意空出了明年一年的行程。 上个月,玄斌在接受采访时也曾透露,接下来完成手里的一些工作,就会休息一段时间。 但孙艺珍拍完新剧《39》,这对顶流CP是否会携手走进婚姻? 完成40岁结婚的梦想,相信时间很快会给予我们想要的答案。 完成40岁结婚 感谢观看